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5月5日 昨天是五四青年节 新华网呢 开辟了一个新的栏目 也就什么呢 网络呀 批谣平台 不知道网友们注意到没有 我是第一次打开这个网页 这是网页的 第一条 大家看什么内容 中国互联网联合批谣平台 主办的部门两个 一个是中央网信办 那就是中共中央的 代表中共中央 另一个呢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那代表国务院 那就是习近平李克家 两个人信息手来 一块搞成一个平台 就批谣平台 按道理讲批谣平台 你一打开应该是 讲讲哪些 这个舆论厂的这些报道文章 评论是谣言 然后你针对这个谣言 拿出事实来反驳就可以了 但是非常诡异 非常搞笑 竟然这个平台打开 第一条是什么 你大家再看看 是习近平向全国各族青年 致以节日的祝贺 诚振治的问候 这非常搞笑 这第一条 把这习近平这个讲话 这个寄予新时代青年 让他们坚定理想信念 站稳人民立场 练就过硬本领 投身强国作业 强国伟业 这当成什么 当成一个谣言来处理了 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 那么接着呢 在右边 才有这么一个栏目 讲到什么 讲到十大谣言 你看 在右边这些小的题目 才讲到这些谣言 那么这些谣言 十大谣言 我点击看了一下 有一些的确是 是网络上流传的谣言 你比如说 他讲到什么 讲到这个 北京各年级开学事件确定 这个是肯定 这个是个谣言了 大家可以看 无所谓的事情 那么新冠抗体 可以使人免受二次感染 他也认识了谣言 还有5G造成新冠病毒的传播 这个大家都可能都是 知道这个消息了 还有呢 钟南山预测 5月疫情将全面爆发 还有一条关于粮荒 也就是让人们囤起粮食 恐慌 那么此外 还有一条讲到什么呢 说各地摘口罩的时间 已经确定 这也算是谣言 但是有一条 我认为这个存在这么一段 就什么呢 新冠病毒来自武汉事业事 那么这个 这里讲了什么 近期媒体和社交平台上流传的 诸如新冠病毒人造论 新冠病毒起源于实现室的有关 这个消息 国际权威机构 及多数病毒学免疫学领域的学者均表示 这些猜测缺乏科学知识 迄今未知 所有证据都表明 新冠病毒并非人为制造 其实我看来 证实这个真假很简单 你让包括美国在内的 全世界各地的这些 专家学者 特别是 这个病毒学 免疫学的一些专家 组成一个联合的调查组 到中国武汉去 住他一两个月 深入了解下 发布一个公告就可以了 根本没有必要去打这个嘴仗 用这种舆论战 互相指责 是不是啊 如果说是美国搞的 那就美国这个 赔上罪责 对美国进行罪责 如果是中国 那中国就要受到这个罪责 很简单吧 何必搞这么神秘兮兮的 所以说 他讲到这十条 这个所谓的谣言 本人认为 有的未必是谣言 你比如说粮食这个紧张问题 你只有等到什么呢 这个中美关系进一步的话 真的将来会脱钩 完全脱钩 而且有可能趋势冲突的时候 那么粮食禁运的人 怎么知道 粮食到底缺不缺 你现在还看不出来 因为现在这种宣传 讲到是 这个中国粮食很充足啊 天下粮仓啊 你看这个报道当中讲的 是粮食产品和库存非常充足啊 即使在前一段时间 疫情较严重的时候 市场上的粮食 以及各种副产品 都获得稳定 没有必要去 这个抢购 这个囤积啊 而且还发这么一张 这个图片 一张这个美术作品 也非常有意思啊 那表明什么 表明现在 中共对这种舆论宣传 那是非常重视的 非常在意啊 怕老百姓引起恐慌 大家都去抢粮食 囤积巨蟹 反倒造成更大的 这个紧张啊 但是以前 全球化的时候 那当然了 这个没有必要 大耳圈小耳圈啊 全世界互相合作啊 这个很多的工厂呢 都签到了 都建在这个中国了 现在纷纷的撤资啊 撤回自己的国内 包括美国在内 也就是说 如果不搞这个贸易战的话 不反制美国了 美国川普总统 当时提出 这个逆差五千多亿 顺一顺 主动的买人 一点产品不就完事了 也何必要反制 反制到现在 这个到了这种地步了 再往回走 已经走不回去了 川普昨天 在一个记者招待会 讲到啊 第一阶段 这个贸易协定 能不能履行将来 要看中国 是不是就说 这个真正的啊 购买就是 农产品的 能够履行合约 说如果有变动的话 很可能啊 就要变化呀 而且老川普啊 提出对这个税数的问题 还要重新考虑啊 等等啊 你可以推断 有可能下一步 互相之间 在贸易战这个问题上啊 也翻脸了 如果那样麻烦就大了 所以说 有些消息啊 你很难讲的是谣言啊 有的时候谣言 谣言是 遥遥领先的 真理 你像李文亮讲这个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这个兴起自出的事情 那不就是一个事实吗 当时官方给他 给他这个 强加一个罪名 是造谣啊 然后 又派出所出面 找他约谈啊 进行这个恐吓威胁啊 说李文亮 还写了这个 毁过书 承认错误了 否则就可能给他判刑了 那么其他的医生也是一样啊 当时 我记得新华社医师 把他当成一个大戏文啊 讲到造谣者 怎样惩处 怎么样怎么样 为什么这里造谣平台 不谈这个事 你造谣平台 第一个 这个谣言啊 讲这个习近平 向全国各族人民 致以节日的祝贺 称之为有问候 把它称为谣言 我认为也可以 为什么 习近平日理万集 那么忙 你像每天 都要给这个 外国政要打电话 一个月打了 四十多个电话 而且又要管理什么 国务院 原本属于总理的一些工作 习近平通过一些小组 也拿到手里去了 中美贸易战 这个香港问题 台湾问题 新疆问题 军事问题 政治问题 攻坚法师 连抓一个 这个随力军 习近平都亲自下令 他拿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还向各族人民的青年 这个问问候 那不全是官养文章 我估计可能都是他的秘书们 这个代习近平 以他的口吻 这个发表这个消息 来取悦于年轻人 没到这个五四来临的时候 就忽悠忽悠 所以这些编辑 新华社网的编辑和记者们 特别是这个所谓的 中央网信版 和这个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这些人 那都先明白 故意啊 这个通过这种方式 这个委婉地去 这个巧妙地嘲讽一下 调侃一下这个习近平 否则他不可能把这个 这个网络平台发布的第一条消息 竟然用黑体词 非常这个醒目的标题啊 给他放到这个最前面上里面看 可以再放大一下 大家看一看 这不是我造谣啊 这绝对是事实 也可能等到我发布这个消息之后 评论之后 就把它删掉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也成为一个历史了 一打开啊 这个造谣网 批谣网 竟然看到了习近平的大名字 这个习近平的故事 讲到他这个向青年们祝贺 和问候 这个等等 你与其搞这些虚假的东西 你不如实实在在 这个给老百姓啊 特别是年轻人 办点实事 别骗年轻人 别老忽悠年轻人 忽悠完了以后 以后就丢在脑后了 你实实在在 为年轻人的创业 他们的成长 公平竞争啊 等等 做一点呢 就有益的这个事情 你像很多那个 这个大学的毕业生 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 为什么找不到工作 那就是整个社会是什么 风气就是官本的一样 政治体制的原因 并不是说一个人毕业以后 你有能力就能找到工作 你要有关系 你的三亲六故 你的大舅舅 你的姐夫 你的姨父 如果是当官的 那你在那个地方 那都是这个 收眼通天的 很快就找到工作了 没有能力 也可以拿到一个好的位置 你如果没有关系 没有这个三亲六故 没有保护伞 那么你肯定是 工作就不理想 这一点在中国 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当然可能通过前一段时间 这个反腐败 估计可能有些地区 略为社会风气 比过去好的一些 这我也承认 有很多是国内 这个移民到海外的 经常走亲戚的朋友 他都有机会 跟我建立就聊天 就讲到 他说现在和以前 的确是 在联政建设方面 包括请客送礼 行为周围方面 都受联多了 但是不要忘了 你只要这种 政治体制不改变 这个拉管一走过门 还是一种常态 所以说你给这个年轻人 这个讲讲空话 把他列为谣言 也为上不可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些网站的小编 心里是别的一股气 你管那是高级黑 还是低级红 我看这倒是一个 算是一个好事 大约习近平看到这个网站的话 有点悟性 通过这个网站 你可以看出 有很多人 对他搞假打控 虚幻 这些东西就有意见 自己应该仔细地想一想 应该怎么能够 抓住重点 不是每天都是 眉毛胡子一把抓 还关心什么 青顶别墅 还关心什么 垃圾分类 累得要死 自己累得要死 满头汗 又不能抓到点子上 就我工作 你做不出成绩来 所以这方面 也未必是一个坏事 但愿明天造谣网 造谣平台 能够再出现 更有趣的戏本 今天的海外奇谈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 最后特别感谢那些 无私的对这个节目 提供的帮助的 广大的网友 因为有的网友 我觉得精神特别可嘉 虽然是每一次 通过网络的平台 赞助这个节目的金额很少 但是呢 几乎每个月 都会有一点 谢谢爱心 所以说 我就感到非常感动了 感谢这些网友 谢谢 再见 请不吝点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